台股今天又跌271点 记住我的提醒选举永远是一时的 选后生活造就 一样要回归基本面 那重点来了 美国大选后台北股市基本面的样貌 我今天节目独家让你通通领先知道 待会看节目过程当中 请各位截图当做你未来爆赚的依据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并且接收全播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今天是10月29号 礼拜二台北股市跌了270点 同学们有没有答案很清楚的 2360预告要回档7天 昨天回档第7天 昨天教学预告 MACD要收缴 收缴等于买点 昨天没有收缴 今天点是不是很合理 那今天一样没有收缴 但是听清楚 我的看法大胆做假设 小薰做求证 未来一周美国大选前后 只要出现台北股市 日K线MACD收缴 它就是反攻的号角 请各位留意 另外呢 OTC上个礼拜二 上个礼拜跌破272 我们说什么 说必须做减码 一定要减码 270跌破 回撤267263 天哪 今天263.06 没错吧 我的技术精彩无比 好好选 把我的分享 把我跟各位的传承的东西 分享的这个技术 好好把它学起来 那另外呢 马上美国下个礼拜要大选了 听出我的结论 选举是一时的选后 生活一定造就 美国人台湾人都一模一样 选后台北股市 一定是回归基本面 那重点来的 你现在完因为被下跌 所蒙蔽掉了 你现在完全没有那个能力 去看见台北股市 未来五个月的 基本面的样貌 我今天节目尽全力了 已经全力以赴了 把你不知道 未来台北股市 美国大选后 选的基本面的样貌 大会有表格 有这个图卡 大会请你按暂停 按暂停截图 当做你未来爆赚的依据 很重要 大会跟各位详细做解说 来投资 今天跌271点 缺口回档 7天时间满足 23079 今天跌破 空间满足 投资朋友们 所以这一波 如果没有美国大选的影响 那可能已经落底了 那现在是时间会有点落差 那时间空间已经满足 基本上已满足 那只要等什么 等我待会教学的收缴讯号就OK了 调整持股事先做好准备 那高档预告减辞272 是不是跌破OTC 我们跌破减辞 预告回撤263 今天OTC收哪里 今天OTC收 今天OTC收 最低263.06 有没有 有没有 教堂老师的技术 真的是很大的参考性 那重头戏来的 你现在不能只看现在跌 做股票要有前瞻性 要有眼光 那美国大选后基本面的样貌 我待会今天节目 请各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一定要从头看到尾 然后呢 这个待会做截图 因为想办法进权 让你通通先知道了 已经发生的 我们简单带过就好 那永远讲未来 全力以赴 让各位看见未来 每天用心制作的解盘节目 带来的都是园区第一手讯息 非常权威 所以订阅按赞分享 记得想要QR Code 加入粉丝团 可以获不定时 获得更多的教老师 技术图档的赠送了 先讲我的结论 这一波的拉回 今天有跌破我们讲的支撑 23079 所以基本上进入什么 超跌的区块 所以基本上没有改变 听清楚我的结论 首先必须讲结论 长线牛 长线的多头没有改变 遇到短线的利空 短线的熊 长牛短熊 他就趋势的角度而言 绝对是爆赚机会 我们先讲技术面 再用未来台北股市 基本面的样貌 让你看出未来的蓝图 我的记录分析苦练21年 所以绝对有很大的参考性 你看 8月1号不要买 等西波下跌再买 真的两天暴跌1800点 19926买点 这一张特别留意 收脚 上一次我在这个地方 我交收脚的时候 是在9月11号 21031盘中送图的买点 后面有没有爆喷 确实爆喷 所以听清楚 未来台北股市只跌反多 长牛短熊变成什么 变成长牛短眼牛的时候 他一定架架在收脚的证据出现之后 有没有 他真的喷了喷这一段 是不是好 那224又有一个杯柄理论 22437还有一个均线黄金交叉的123法则 回测买点 所以基本上我之前送的四次买点 全部都命中因为喷出去的 因为这个23650缺口 我们是预告 教学 有可能去复制台积电 回档7天 再攻的模式 是不是回档7天 预告好做没有 那这四次买点 累积创造逼近7000点获利 不是700点 7000点 预告回档7天后 是不是昨天第7天 没错好 我昨天讲什么 昨天就例23199 是不是万一MACD收黑 要懂什么 等收脚跟翻红 所以至少要有个收脚 这个收脚就是类似这里 有没有投 这里收脚起功 这里收脚起功 懂意思吗 所以一定是收脚 不是胡乱做猜测 不是因为随便 因为研判未来是多 所以就一路的大买 懂意思吗 所以舒服跟安定 来自于什么 你对技术分析的了解 跟深信不已 没错吧 我们是不是 昨天预告还有低点 因为要等什么 等收脚确认 那今天不就来了吗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 一样听清楚 未来一定是要等收脚 后面看好 没有错 问题来了 美股大选前只跌反多 还是大选之后 就这样的差别 所以只有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差 所以耐心等 基本上不可能 也不需要买到最低点 但是可以安稳的赢在起跑点 所以基本上这一波这样修正 空间时间基本上已经都满足 只剩下我的结论两个字叫收脚 收脚 收脚 待会会再画图 跟各位再重复讲一次 投入杯柄理论 去年杯柄理论公益波之后 一样有回撤 听清楚 这是维持三到六个月的多头 不会因为今天大跌而改变 不会因为本波涨高拉回而改变 这是架构 这是前提 杯柄理论记好了 所以去年的杯柄 今年杯柄都目前在现在进行事当中 所以你来回顾一下过去四次 过去四次 为什么送四次买点可以赚7点点 因为都是趁拉回把握 懂意思吗 所以现在拉回了 拉回后耐心等我讲的收脚 未来几天只要我看到收脚 我会在盘中特别发文 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粉丝团一定要加 先讲个蓝图跟除息 就是我上个礼拜六 在粉丝团送大家的 美国的纳斯达克11月上涨 几率是百分之百 那台湾11月上涨几率是七成 12月是八成 明年第一季延伸到九成 那11月平均涨幅 过去十年 涨了3.5% 12月涨1.5% 明年一月再涨3% 懂意思吗 所以特别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 来特别 所以目前十月底的这个下沙 绝对是长线的相对低点 那重点来的绝对低点 大家看待会的我们讲的MACD 收脚的教学 第四季最好中的季节 依旧没有改变 就是我昨天说的 长牛短熊的看法没有改变了 另外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外资按照过去6年6年 过去6年第四季都是买超 所以10月份有利空下沙 他卖超没有问题 因为12月11月跟12月 他把它回补起来 这是一个趋势 过去经验的统计值 好 那过去6年是这样子 我认为今年那个力道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 外资回补力道 有可能比过去6年还来的凶猛 为什么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蓝图 我先各位提示一下 OTC带过一切就好 272、270上周五的预告 有没有 礼拜天的我们发文 我们的粉丝团的发文 礼拜天 回测哪里 263 是不是 今天已经看到了 今天最低263.06 就是什么 是专业跟务实 进出有据 很棒的交易系统 上个礼拜五 OTC预告要减持 然后回测263 吓死人 今天最低263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OTC也满足了 它的修正的空间时间也满足 然后等什么 等收缴 这边收缴 OTC收缴一大段 OTC收缴一大段 懂意思吗 所以现在已经完全空间时间打满足 只剩下收缴 好了 注意听 所以整体而言 你看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的操作的逻辑 我们操作的节奏 你可以获得什么 轻松安定舒服 这样子累积起来 你可以迈向致富的抗装大道 没错吧 已经发生的简单带过 那重点来了 以下这一段 请各位聚精会神认真听 看清楚截图当作你 未来五个月 五个月爆赚的依据 为什么 美国大选后台北股市一定回归基本面 我特别在基本面前面加两个 这叫强韧 台北股市今年第四季的基本面 非常强韧 为什么 第一个从外销订单可以看出来 你看 九月外销订单年增率4.6% 那十月外销订单年增率 3.6% 这是整体的 所以这些订单 往后一季都要做交货 所以确认今年11月12月 还有明年1月份 传统的旺季效应相当明显 这是很清楚的趋势 数字会说话 第二个就来了 这张很重要 股市反映什么 反映未来 我刚讲 为什么外资 过去六年第四季 都是买超台北股市 他实际10月份买超的幅度 这个没有那么多 10月份会回补 为什么 看清楚 今年第三季 第三季台北股市 上市贵的公司的 所有的公司的获利 比去年2024 比去年2023年成长年增率有17% 但是到今年第四季 第三季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好 但是第四季的获利 你看光台积电 就预告他的 第四季营收成长的 中位数有13% 台积电是大型的公司 如果搭配什么 其他的F4也好 中小型 特别是AI 极具利基型的产业 今年园区估 第四季看清楚 第四季 即获利的年增率 会从第三季的17% 成长到34% 然后展望时间 先延到明年第一季 做梦的行情 明年第一季的计获利 年增率会有29% 所以美国大选造成本周 咖啡股市的动乱 国际政治的因素 造成的第一档 一定要把握 为什么 因为后面会有很强大的 基本面的成长跟展望 当做你的靠山 当做我们的backup 懂意思吗 投资没有 好你聪明如你 你看到这张图 这个数字 你必须有联想力 什么样的联想力 第三季 季获利成长17% 第四季34% 然后明年第一季29% 听清楚 因为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基期变高 所以明年下半年的数字 可能就没那么高了 所以这波冲上去 假设未来真的过24416 它会回 比方说来到25000 它会大回 懂意思吗 不过这个是明年4月以后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做好就OK了 懂意思吗 所以务必把握 另外 GB200的话 明年要大出货 来听清楚 它的价值 整个机柜价值 180到350万美元 商机有多大 因为一个GB200的机柜价值 它的零组件需求量 比一般伺服器多2到5倍 控制晶片需要多3到5倍 然后整体价格 价格包含电源供应器 包含散热 都比一般伺服器高出很多 所以这些在明年 因为GB200正式出货之后 会大爆发 特别在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被拉回 一定要把握 原因底价 懂意思吗 好 那这个看完之后 是不是影片制作用心 技术分享 无价 园区讯息真宝贵 播控点赞 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节目 那你投资 来再来看这一张 你有这个既定的印象之后 来跟各位做独家的技术解析 投资 来 今天还没收缴 好 假设 来假设 你看上一次 这里收缴 这里收缴 假设未来一周他会收缴 不管哪一天 都无所谓 只要出现收缴 那不是日线起工吗 那日线起工的模式 是不是就会出来 好 看清楚我的逻辑 在预期选后回归基本面 日线收缴就起工 好 那一旦日线起工 他周线是不是也起工了 那周线一起工发生什么事情 周线起工 他的周MACD会翻红 有没有 周的MACD 我们再一次 日线起工成功之后 启动攻击成功之后 周MACD会翻红 那上一次周MACD翻红 后面是长这个样子 懂意思吗 所以这是大行情 好 来 先人指路 日线起工带动周线 好 来看月线 目前台北股市的月线 没有创新高 但是没有背离 来看先人指路 什么是先人指路 就是有人一模一样的技术架构 他领先走给你看 给你拷贝的意思 有没有 好 道琼过去四个月 为什么连续四个月创历史新高 没有背离 好 那请问纳斯达克 为什么本月份 如果预告创历史新高 没有背离 你看是不是这个节奏 日线下一次真的出现MACD收缴 帆多起工 带动周线MACD翻红 再来月线没背离 会往24416挑战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台北股市 美国大选之后 基本面的样貌 这样子听完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心中脑海中有个蓝图 懂意思 就是价值 就是价值 懂意思吗 所以请你一定要牢牢记住 播控点赞 让更多人看这张超强的影片 股市是个资讯站 后面还有 通宝资讯站 一定是领先 我们这个跳过了 台积电法收会报 你看我讲的两个原因 第三季第四季营收报 结果法收会出来一模一样 来通宝 重点在哪里 你是等法收会出来才买吗 不行 8月5号F4全部跌停板 我带会员买 买完之后公开跟各位讲 然后台积电创历史高 不能追 不能追 我也跟各位讲 是不是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领先布局享受股价喷出 被市场抬价的喜悦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获利关键 没错吧 台积电赚287块钱 F4当初买的全部都赚钱 来做印证 联发科 85号买990 85号鸿海买168 我们先把广达看完 我们年初买208 买219 买230 239.5 通通跌停板 来这一天 10月22号广达322 这一天不能追 有没有 来看广达 我们看日K线 你看就是这一天 股价创新高 这里是买点 这天跌停是买点 这里不是短线买点 是不是印证了 上周讲的公开跟各位讲的是完全印证 所以你必须踩对节奏 就是专业的价值 广达是如此 请问鸿海是不是如此 联发科是不是如此 台积电是不是真的这一天1110不能追 是不是都拉回了 好 那重点来的 有没有 我刚我刚会讲的 拉回是要找什么 找买点 F4错过 8月5号提醒 不能追 但是拉回后会有新的机会 机会在哪里 目前这四档 我最看好的是广达 为什么 因为10月15号之前要公布第三季营收 第三季的财报 第三季的营收 众所皆知 第四季只会更高 有没有 这个第四季的更高 是不是刚刚跟我所说的 有没有 选后台北股市的基本面的样貌 就是大好 记得 第四季的 记得获利年增率有34% 比第三季多一倍 请问这波的 因为国际政治营收拉回 那不是就是机会吗 所以你要把这个 基本的方向把它搞定 有没有 而且明年还有更庞大的 EPS的预估值 是不是 因为上礼拜各位说的 园区大厂采购的时候 有没有 不会因为美国政治因素而改变 AI跟先进半导体的趋势 台湾就在风口浪尖上 保持积极耐心进出有据 有没有 上个礼拜272A跌破 OTC跌破 稍微减码 本周你没有压力 逢低找买点 就是节奏 懂意思 所以一定要跟上 F4近代拉回 是不是 今天是全部都拉回了 小麦更加美味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技术观念分享 给各位最强力强有力的引领 代金代出 会员权益 有兴趣的 这里有我们的ID 加入粉丝团 来做咨询就可以 或者是说这个小老鼠 WIN58899了 请各位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不好 一样 好 一样可以讲这个产业 台积电的大联盟 CPU商务化 请问昨天CPU大跌 请问CPU的成长 会因为股市一天大跌而改变 所以你要把这个观念 把它牢记住 你看 这张也要截图 这是未来的方针 这集有看太幸福了 没错吧 截图 这是你未来包装的圈源 台积电COAX产能的预估 2024年30万片 明年63万片 后年102万片 请问了 今年股价反映低波涨幅 经过这波修正后 有没有 基本面有没有机会 再酝酿未来主声浪在后面 我认为答案是很肯定的 错过出声浪的翻倍 拉回后 因为未来基本面很清楚 很清晰 园区确认 非常确认 说基本面告诉我们 还有主声浪在等我们 那你现在当然要把握 懂我意思吗 未来你会追 那你为什么不趁现在 MACD还没收脚的时候 先做好准备 然后等确认收脚 瞬间做出手呢 是不是答案很清楚 另外跟我讲这个CPU 同朋友有没有 昨天大跌难道 四年成长17倍 就会结束吗 没有 你看我们上全 总共赚超过两倍 联均你看我们买低档 喷出赚了1.34% 1.34倍 光胜你看两波 两波都喷出 没错吧 持盈保态 稳中求胜的习惯 源自于起场点 有没有 同朋友 起场点很重要 对不对 好的买卖点 价差很惊人 这是加入会员价值 来看 来看这个观念的问题 有没有 我讲这个讯心 我买238 福利社分享237 我238买进 出263 另外一半我出了234 有没有 低档布局喷出尖 对不对 就是这个很清楚的这个事实 651 有没有 这里这一根出一半 另外一半跌破了 跌破这一天 跌破238 我们出234 今天最低204 差了30块钱 就是节奏 这江老师各位说的 节奏 低档布局 赢在旗袍店 那喷出减码 这是赢家的务实操作 没错吧 所以你把正确技术经验学起来 获利会相对变得很简单 没错 好 同学注意看 CPU长线潜力大 联军光盛上权 纯度高 就是说 他的CPU比重很高 那为什么 很多粉丝在问江江 江老师 波罗威什么都不会动 那个潜顶 为什么买进会套牢 因为他的纯度不够 同学你看 其实技术会现行 真的会说话 昨天休息一天之后 今天光盛又喷5%了 有没有 你看 他整个架构 是长线大多头 没有改变 包含6530的创位 都没有改变 还有这个31 33 63的 这个上权 有没有 所以通通都没有改变 那为什么潜顶比较弱 什么 纯度不高 所以你看 你要做一档产业 未来大成长 需要什么 真的很重要 我讲实在话 需要园区的确认 他纯度不够高 3163 很多人错误观念 那个上权喷很凶 不敢买 太高了 不敢买 然后去追什么 追比较落后的波罗威 结果受的伤害更大 为什么 波罗威的纯度 CPU纯度 没有那么高 是什么 就是专业资讯 我们是跟你讲过 股市赢家输家 最大的差别就是资讯战 你的资讯要领先 你的资讯要正确 没错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江老师绝对不做空头牌类股票 不做主力爆量出货股 不做扣三高的风险股 你看这个世新跟志远 我讲半年了 你看多头的时候是这样子赚 那现在已经半年了 这个是志远金又破底 那3661的世新 多头这样子大多头排列 怎么震到我的暴老 赚两倍 现在怎么样都不能买 没错吧 还有这个8374的罗生 这天高档主力出货 你看是不是3047的迅州 这天高档主力出货 节目想做教学 你看股价 没错 来看今天比较可惜的是 8996的高率 他的月季线出什么 死亡交叉了 另外我们刚刚看还有一档 这个 这个是天狱 投手来注意看 今天很多粉丝团问我 天狱为什么会大跌 答案很清楚 有没有 天狱的月线转折扣三高 周线转折他也是扣三高 有没有看到 上个礼拜两周前 两周前破转折扣方式 一空两空三空三连空 股价大跌 对吧 把节奏踩对之后就没有问题 手中有持股的 赶紧找家老师帮忙 只做主升 只买起涨 真的获利会相对的简单 记住 所有的股票 主升段标股 只有一个逻辑 低档出现转折霸气布局 喷出后 开心获利减码一半 另外一半 按照SOP滚雪球 答案就是简单 最后花点时间 跟各位分享我们的APP 未来会喷的通通 事先帮我们选出来 然后请全国APP用户做见证 均豪607喷到了166 这样子获利1.75倍 高档不要追回撤 接近长均线 所以未来APP会再选一次 起涨的讯号 请各位把握了 主升段标股大多多排列 拉回不是给你闪的 拉回是给你加码用的 错过第一段 回整之后会有第二大段 就是主升段标股的样貌 好的买卖点 价差都很惊人 这是叫做会员的价值 APP很厉害 你看大银维 他绝对不会喷出后才乱追 84让全国用户买大银维 他喷到151 简单轻松明确 很幸福也很舒服的股市人生 没错吧 大银维做了79% 恭喜了 翻倍赚其实没有秘密 就是用好的技术 好的观念跟好的工具 低档霸气布局 高档喷出获利 来这是昨天的松普 昨天15.05 今天就赚14%了 有没有 其实这种逻辑跟我们买的创位一样 50.4噴到89 75% 荣泽科53.7 扣3D噴到124 132% 道理都是一样 每一档都保证是真实获利 这是我节目的品质保证 我的专业搭配最强APP 帮助你创造幸福的股市人生 投资朋友 涨多一定会回档 赚大钱真的不能怕震荡 这是做主身段标股 你必须架构的前提 轻松安定舒服 用好的技术跟好的观念 还有APP当作辅助的 帮助你迈向致富的康庄大道 所有喷出的 你看每一档都花时间 我们花了很漫长时间 才能够拥有 还能够创造别人无法创造的获利 这是我的精神 我主身段标股的坚持 错过不用急 因为第四季会有很多的机会 未来两季你是超级大赢家 我今天节目跟各位讲了 也请各位做截图了 台北股市基本面的样貌 选美股大选之后 非常非常之亮丽 园区说会有很多低基期的标股 请各位务必要把握 投资标的不用多 听清楚在今 把持股集中 选未来成长性最强的 太弱流墙布局下波的最强主身 时间就可能在未来一周 MACD出现 收缴之后就有机会 任何持股问题 或者是要参加会员 或者对我们的APP有兴趣的 扫描QR Code 加入粉丝团留言就OK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平安 顺心 赚大钱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